太阳轮水车式两页轮增养机安装部组 我们这里面需要的工具有17和13的扳手 第一步用8套M8层25的螺丝 螺帽平垫把支架特定在盘上 首先把好支盘位 把支架放在盘上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是 支架上面这两个螺丝洞的方向 与扶船的箭头一致 调整支架位置 下面拍一个 用螺丝稍微拧上就行 不需要您太急 把螺丝装入相对应的孔 第二步轴承座的安装 用4套M8层25的螺丝 把轴承座固定在支架两侧 第三步 电机电束箱的安装 用4个M4的螺丝 把电机固定在上面 注意这里有个方向 箭头的方向与扶船的方向要一致 箭头的方向与扶船的方向要一致 螺丝平垫 先撕拧入平垫 下面的平垫和螺帽 第四步装入活动接头 把活动接头装入变速箱的传动轴上 这里有个平线槽 把螺丝要对准平垫槽 一定要对准平垫槽 一定要对准平垫槽 把传动轴装入 轴扶船座和传动活动接头上 这里就是这个平垫槽 长度一端是装烟轮的 就这样装的 这个管子装到活动接头上 这个平垫槽要对准螺丝 同样的方法装入这一点的轴 校正传动轴 校正传动轴 都成做如晓雷香的位置 校正之后领解小柳螺丝 把液轮装入船座上 把液轮装入船座上 第二个注意点是这个螺丝 螺丝要对准平垫槽 我们搬手搬紧螺丝 这样安装完毕 通电前请加入齿轮油 齿轮油在这个位置 下水前放浴防雨灶 我们要来看一下 我们下水前放浴防雨灶